住在泰姆山镇 附近的鱼山岛很值得去一趟 但建议选一个风小的日子 不然坐船会比较难受 这天早上起来后 窗外东方有一片云 日后的整个早晨 这片云一直陪伴着我们直到海边 现在是早上六点多七点的时候 远处那一片云 早上的时候还在我头顶 二十分钟吧 现在已经退到海边去了 在镇上可以坐客车到渔景码头 沿途的路边 很多成片的泥塘里 都是当地人养的跳跳鱼 那个鱼很好吃的 跳跳鱼 味道好 它这种养的能养多大 就那么大 还是那么小的 以前就是养那个虾 养那个螃蟹的这一类的 那可能里面有什么肚 只有一头三两多 那个给它拿去吃掉 可惜的 就是拿到那个市里面去 可以做一个典型的宝贝 到达码头后 这天风浪很大 头顶那片云已经退到了很远的地方 码头要等到特定的时间才有船 可以在附近逛一逛 这里的海边有成片的巨大的礁石 有些像面包一样 一块块的鼓鼓的 也有小片的沙滩 沙滩上好多丁锣的壳 因为风浪很大 在海边看海浪拍打岩石 也是挺刺激的 但一定要站在安全区域 玩了半个多小时 我们准备上船了 今天的船上 就是一个祸 工作人员一直在忙着 给不同的人递塑料袋 大概40分钟到达了岛上的码头 你可以选择拼一辆当地的面包车 我去的时候是200 旺季可能会贵一些 师傅会带你从码头沿海边 最后到达小岛另一侧 天湖景区的入口 不同的地方都可以要求下车拍照 非常巧的是一起拼车的大叔夫妇 是之前在泰姆山遇到过的 开始的时候有一段土路 看起来还是有些失望 但后面会好一些 这里是阳光谷 这里是月亮湾 今天这么大的风 你在海边站一会脸都是闲的 这里前面的小岛叫鸳鸯岛 这里拐角的公路下就是悬崖 看起来很危险 这附近的观景台 可以看到附近的村庄和码头里的渔船 岛上很多这些礁石区域还是很美的 可惜这天风太大 海边区域都没赶航拍 这之后我们坐上了景区的接驳车 大片布满草地的山坡 浮现在了眼前 走在这里满眼都是绿色 山里的小湖叫小天湖 周围是长片的草地 站在山坡顶 这一带的风景是最美的 我终于看到了这里最经典的风景 而从山上下来前往停车场 这段路是欣赏大天湖最好的角度 很幸运的是在等车下山的时候 我还认识了一位新朋友 而且他也生活在杭州 你不会就这么一路排着他去爬山吧 是的 今天下山的路也是异常的曲折 车井的塑料袋浴示着 运船的那些人又不会好过了 但是一些人都会来看 因为还在这些人都会 cred 他人都会看见 这些人都会不会有心不知的 这些人都会有心不知的 这些人都会有心不知的 那么多久 他们才会有心不知的 那么多久 我会有心不知的 我会有心不知的 感谢观看